第一回合 Round 1 第一回合 先來一個高數 抓腳架 一個職團 暫時還是大家試探一下 先試探一下 抓腳架一個有數 看來Michael 這次很想打他身體 對 打了兩下身體 尿顯忠也不試藥 Hernes說得對 幾下身體 很快 想打到高級氣門 對 藍芳不斷低數 其實如果打五回合的話 去到後期的回合 所以又會感覺到 累積的傷害 對 累積的傷害 很厲害 Michael也是追著他的身體 追著身體 撿一下頭 跟著打身體 很快 就是那個組合 這個後直下Body 其實也是會去到後面的回合 對 慢慢體能下降 這些傷害 對 實際上這個回合 只剩下分數 都已經獨中了四五下 是挺有力 也有效的 攻擊 一個打又低數 一個打後直 去身體 對 這次Michael很明顯 加上很多拳的組合 可能綜合了上次的經驗 就要加一些新的東西 打爭 是 而Michael的拳的組合 就 似乎 就 讓廖慶忠進取 那 像你剛才說 暫時被傷害 在第五回合的時候 就知道了 要看看廖慶忠的抗打訓練 是否充足 又 向著身體打 對 Michael 全部都是用左套 來開 開廖慶忠的位置 來打 好 第一回合 剛才有一下 是向左邊一個 向左套 然後才下 後直 後直 不是怎麼浪費時間 沒錯 好 教練對Michael第一回合的表現 都相當滿意 都個機會都沒什麼錯失 那 第二回合 看看廖慶忠怎麼 怎樣打 對 好 第二回合 好 以下衝實 又是這個 左級 去開 開位 等待廖慶忠的手一高 立即打身體 對 對 對 後直 再連接一個 左身體 這也是一個很經典的組合 對 對 兩位腳法其實都很重 都很重 在拍拍 一下子 進了下去 有很多 有很多 Michael 向右打 右套拳 向左打 左套拳 但 向左套拳 其實會少一點 傷害 對 都是用來 掩眼法 拉近 對 對 因為 通常 如果你打左套 走到右手 左套就會大 對 現在開始 敗身 好 拳請分開 Michael選擇 捉到廖慶忠的腳之後 就 還拳 就不是做這個 不是掃或頂固 這個打法也不太普遍 促了之後 很多人都會想摔倒 對 其實 Michael的範圍是拿得不錯 因為他矮的話 要欠中 但是 這個距離 我覺得他現在 安全距離 對 他正在指示 指示 這一下很直 但反而他一出拳的時候 他看他的位置很準 所以他也要很快 否則就被廖遠忠還擊 看看廖遠忠 會不會偷爭 剛才回合一圈 偷了一下 這次到Michael偷爭 剛剛說 害怕你 很全面 這個Michael的打法 對 拳和腳配合得很好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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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簡單 看來是一個雙倍的低數 對 對 很全面 腳和手都用 爭也有出 這次廖遠忠 也不輕鬆 打這場賽事 很漂亮 就是 右勾拳 右後直 永遠都是 左邊 握開了 之後才下 對 他下得好 下得好 還可以跟右數 會不會是廖軒忠用多些打來圍、頂實 前膝會較早一點 有機會 有機會 即是他有用腳來拿一個距離 都是學你說的 即是在找一個機會批讚 對,很漂亮 縮不開,Michael Michael的轉身都做得不錯 即是入到緊張的時候 對 剛才那個左爪 對 看來這一回合就少了 右直的身體 對,少了 改變策略還是留一點氣 又來了 但是他的有效攻擊距離真的拿得很好 很少真的完全是miss 最多都是左右miss 不會打不中 miss也很浪費體能 對 真的 打空拳真的更慘 Michael 這個有時候拉他右手 有時候拉他左手 去開位 一匆 可以 點苦 對 賣 之 再 打 這 不是 可以 有時候我往前打倒 就 他做了很多前七 哇,這下差很漂亮,很快 撤開了,跟著跟著有數,可以漂亮 李宗忠反擊的低數也做得很好 對,這個回合他開始要進低一點 這個回合是10秒 又一個又差了 又來一個 哎呀 是Michael出得快,還是李宗忠不怕呢? 吃你兩下先 這個回合我反而覺得尿竹 對,左邊的肋骨都紅了,尿竹 好,Round 4,第四回合 好,又一個左Hook開路 這個CheckHook Double jab 來一個中數 李宗忠的低數反擊都很快 不錯 好多出 Michael有個慣性就是走過去他的左手邊出東西 對,那尿竹如果時間到這個下一個低數就會 可以摺到他 對 但是他的動作也很快 就是進得很快 他經常都是用一個Hook來 對,不用做距離 對,剛剛好這個,剛剛就是向左 右邊低數就剛剛好 對 你看到Michael的左腳都很紅重 對 但是 劉宗忠,你看到他的肋骨那裡 對,左邊都紅了 應該是剛才拳做成的 對 有機會微思管 對 有機會爆了 對,裡面是爆了紅的 走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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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 Michael都瞄著那位 應該不斷摸 對 這個身高那方面 真的蹲低一點點 Level change 那時候就已經有一個右拳下 左褲 對 剛剛在那裡 這個戰略都比得… 這個挺有效的 這個下低數 這個下低數有點影響 加油 加油 我可以接到Michael的手臂 加油 加油 開始用10度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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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為有一個左翅 非常清潔 但因為都是插個圓 所以就沒有什麼傷害 上次做一個掃的動作 但掃不到 好 等落雜 剛剛他避掉了兩則 這回合 聊天中 用了很多前室 燒好Michael的體力 有你為止 這回合也很精彩 開始開始推普 好 現在開始 可能Connor有跟他說 可能頭兩回合可能 對 要追 但可能人也會衰弱 對 頗不穩 用力 兩個都有點傷害 看大家在保護傷勢之處 能否發動一些功勢 最後一回合已經來到 對 第五回合 體能方面 似乎是廖獻忠 現在也有很多貨 財寶剛剛提醒廖獻忠 捉到別人的腳之後 真的可以捉一下 不可以一直拖著他 不能一直拖著他 對 等我重 廖獻忠打到拳套都鬆了 脫掉膠子 要剪掉 免得影響 非常專業 看完 看完 看不到他 又是一個左套 第一下打左套 比較少見 總算是 打完上面才打下面 一開 一埋下 打左套 比較少見 似乎真的 可能左腳受到影響 影響到出拳 好 好 擅長 擅長 進走 去 打他 尺寶 Gian 擅長 面對 應該會 練習 做到打的機會 剛才是一個有直打 還沒有 打球 剛好的槍 但是他差很遠 是呀 penalty use 左bottie這次不中 右bottie也拆過了 Michael really have to be careful 比賽完畢,很精彩,兩位拳手真是復仇戰不簡單 比賽十足,比賽十足 Michael吸取了上次,是否輸了比賽很多經驗 是Michael贏的 OK 看看會不會有下一次的遺免 兩位都很精彩,重溫慢鏡 現在看看裁判的結果 Michael很有信心 其實真的很難判 這場是頗接近的 我覺得頭那兩位可能可以比Michael贏四 很接近,很接近 香港男子55.3公間級冠軍的偷鞋之戰 這是一位首戀對於公共上主獅、美國人的獨立 一號賽判,評判1 47比48 47,48 二號賽判,評判2 47比48 47,42 三號賽判,評判3 47比48 47 and 44 48 and the winner of WBC Morning Time Champion of Hong Kong is 比赛结果 Lan Phong Song WK